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 给老弟来关注来个赞爆全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周大老板 在这边当天九点多钟 就把电话打给了北京小央视的李台长 要求李台长立刻把电话打给呼和浩特的台长 叫什么不知道姓什么也不知道 让他立即来到北京 你看这边李台长啊 也是懂得上进的因的 他当时也没问这个周大老板是什么事 说行行这个周大老板 既然是我下属的事 我必须拿你他 我让他到北京来立刻就到 那么然后呢 你看周大老板 这边你家周小编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 我能帮上忙的 我24小时给他开机 因为我这个人懂得上进 懂得进去呀 你看当时就是拍这个周大老板的马屁呀 周大老板当时也是见怪不怪了 很多人拍他马屁说行了 啊 这边你先办你的事吧 啪啪就给挂了 你看李台长当时是说 你我就给你爸 你也得卖我的银行啊 回手李台长就把电话 打给了呼和浩特的 这个赵台长 赵台长当时九点多钟 这么一看 这领导打来的电话 很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他心里就画魂了 画什么魂呢 早上登这个报刊呢 说这个周小斌这个事 你这个闪中之闪之上闪这个事 应该是这个事出现插头了 啊 领导找毛病了 喂 领导啊 你看 每一个部门的上下级说话 下级都低上下气了 喂 本身他心里还有鬼吗 喂 领导 那个赵台长 哎 领导 那个 你现在放下你手中所有的事业 立刻 给我来到北京 当时就害怕了 踩中了 领导 什么事啊 啊 这么急 你做什么事了 难道心里不清楚吗 还用我说吗 当时那个李台长啊 小阳市的李台长 他也不知道周大老板找这个内蒙古 呼号他 赵台长来北京干什么 他也是哪把 对不对 毕竟是领导嘛 你不知道 你做了什么吗 啊 领导 那个 行 我知道啊 那个我即刻我就往北京去 行 啊 我才北京等着你啊 啪啪就给挂了 完了 这周小斌到底是谁呀 啊 我这个报刊登的啊 我这个字给签的 我如果不签字 他不可能报到这个 散中之散之上散 可能要出大事了 你看 就是干这个新闻媒体 这包眼 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心里都有滴滴感了 可能是要出大事了 给这个 当时 内蒙古 通辽的 这个宣传部 一把叫做 韩部长打电话 因为韩部长 要他登的嘛 韩部长啊 你看赵台长 当时说话挺无奈的 呀 赵台长啊 韩部长当时 挺那个开心的 这么早 给我打电话了 你早上 发那个早报 我已经看见了 非常的劲爆 明天继续保持啊 你就等着 升官发财吧 这边 赵台长这么一天 韩部长啊 还升官发财 刚才 咱们小央视的 李台长 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没说什么原因 让我立刻到北京去 我的第六感 感觉 就是周小斌 这个事 你告诉我 周小斌 到底是何许引以来 我给签证了 登上这个 伞上之伞 之伞中伞 我看这个事 要大了 韩部长这一条 也不能告诉赵台长 周小斌是谁啊 说赵台长 那周小斌 他也不算什么 可能是他这个事啊 扩展的面太大了 涉及的淫太多了 这样 你到北京去 然后咱们见机行事 电话随时保持畅通 看这个李台长 有什么事 你找你说 行 那但是 我跟你讲啊 咱们之前说的 登半个月 我现在 明天我就得下架 我可不能登了啊 这是我签的事啊 我明天指定是不能登了 韩部长这一听 说行啊 这边明天再说吧 啪啪就挂了 你看这边 给赵台长下完了 韩部长当时 也感觉事大了 当时这一想 不行 我得给通流的 一把小机机 傅机机打电话 你看傅机机 当时正在北京开会呢 一看通流宣传部 一把韩部长打来的 喂 韩部长啊 哎 傅机机啊 那个 您现在说话 方不方便呢 傅机机当时 一瞅身边的人说 行 都是自己人 你说吧 这个傅机机啊 这个早上 这个呼和浩特 登那个报啊 已经登了 挺劲爆的 但是就因为这个 伞中之伞之上伞 呼和浩特的赵台长 已经被这个 小央司的李台长 叫到北京谈话去了 这边可能是出什么事了 你看 当时傅机机这一卡 刚才行云也给我打电话了 说让我立马把这个事给处理了 你这要不给我打电话 我把行云的事都给忘了 行 这样吧 韩部长 那个报刊明天 也别让他登了 先歇两天吧 这个韩部长说明天就登不了了 因家要求下架了 说行 这边 那个 我给行云打个电话吧 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挂了 当时挂了以后 你看这个傅机机啊 他压力也挺大的 这个行云当时要求 他把这个事给处理了 他当时就把电话 你看这个韩部长 要是不认为他打电话 行云这个事 他就忘了 由于产生误会 这一下 他就把电话打给了 通了阿塞伯的一把 就叫做张局局 喂 张局啊 哎 傅机机 这边呢啊 马上到这个克尔金分局 找到这个刘局局 把周小斌给我放了 其他的同伙 不能放 那么周小斌放了以后 他也跑不了 而且他目标大 他在明的 啊 这边呢 其他的人给我看住了 无论如何都不能放 那个傅机机 你现在去啊 知道知道 好 啪啪 这边电话这么一挂 你看 咱们还把四九留在这个 内蒙古通了一把小机机 傅机机身上 傅机机当时 本打算 再把电话打给内蒙古的行政一把 行员 但是这么一想 还是打给内蒙古一把小机机 傅小波 傅机机吧 啪啪 这么一击 喂 傅机机 傅领导 而通了的小傅机机 有什么事吗 这边呢 这个周小斌 在这个通聊了 跟一连锋 周小斌又怎么了 跟这个一连锋 发生争执了 啊 拿着AK47 把这个一连锋的新司机 大酒店 还有兄弟都给打伤了 还有这煤矿都要抢了 现在那个傅机机已经登报了 啊 伞中之伞之上伞 这个报纸 你看没看呢 说我没看呢 拿来一下 当时秘书给打来 我正在看 小富机机 既然 这个案件这么严重 这样啊 我往北京打个电话 啊 尽量把这个案件 给他落实了 你看傅机机打电话 也是这个原因啊 那个傅机机 跟这个傅机机 还有一连锋 那都是 可能就是一伙的了 一提到一连锋 说我阿姨给你落实了 啊 行 那个傅机机 这边我就先挂了啊 啪啪就挂了 回首 咱们再把视角转回到 这个通辽阿瑟部的一把 张菊菊 已经来到克尔西分局了 你看这一层上架级 都低声哈气的 呀 这个张菊菊 你来了啊 这个刘菊菊说 请进请进 那个周小斌呢 在这边这个单间睡觉了 走 连我去 啪啪 啊 起来了 这个周小斌 昨晚也是睡得晚 四点多钟睡的 一起来 当时有点梦圈了 说你们是谁啊 我是这个通辽一把的张 张菊菊啊 你可以走了 周小斌当时说 我可以走了 我的兄弟呢 你的兄弟暂且走不了 只能放你一个人啊 而且还是我们副弟弟说的话 这边呢 你赶紧离开这里 周小斌当时说 那不行啊 刘维已经死在这里了啊 被你们给击毙了 我不能走 当时刘菊菊说 说了一句 这个克尔清 刘菊菊菊说 那个周小斌 这个我昨天晚上跟你开玩笑呢 这个刘维没有死啊 那个在这边关着他 周小斌当时这一枪 行 既然是没有死 我得赶紧出去 出去以后 我才能把我兄弟给救出来 对不对 周小斌当时也就是往外走了 电话也给他了 但是这个时候 张菊菊手里有一份这个早报 给周小斌也就看了 你自己看一下吧 看你这个案子有多大 当时周小斌拿过来这么一看 才知道自己被登报了 这么严重啊 当时他都有点害怕 回首周小斌 自己你看离开了克尔清分局 来到这个离克尔清分局 一百米以外的 马路边给这么一坐 当时第一个电话 就打给了他的老父亲 周大老板 你看接下来周大老板 怎么跟周小斌说的 怎么解决此事 而且我现在这一集讲的 这些所有打电话的事 不是在磨叽 有的人可能我发出去就说 你讲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一集咱们就讲讲这个人性 周大老板一个电话 调查此事以后 下边这些人来会打电话 都忙活完了 故事就应该是这么讲 咱们下集 见 见 咱们下集